有关了 这个Sales呢 它的前面是列 后面是蓝 那如果说你 两个颠倒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只是说有的时候 你会乱掉 OK 那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话 For I等于1到15 是先确定什么呢 确定我的列 从这边到这边 然后呢 1到9 从这边到 那它的跑的行径是这样 它会先把列先跑完 一列 一列 OK 那 跑的过程当中呢 它会一个一个把 里面的储存格 里面的纸 通通抓出来 那我要做什么动作呢 因为我要 只要里面呢 有日期的话 那我就把它抓出来之后呢 判断说 它是否是一个日期 那怎么判断呢 它是否日期 其实很简单 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函数 叫做什么呢 Estate Estate的话呢 就可以判断呢 里面是否为日期 如果呢 你抓出来 那里面呢 我就把这个 Sales 有没有 I跟J 那它就会 一个一个去抓 如果呢 里面是日期的话 那我就知道说 日期 那我需要 年 那年的部分的话 就给它格式化 格式化之后的话 年的部分呢 必须 减掉 1911 那就会是 我们要的民国年 那因为呢 我减完 我这个地方的话 Ear部分呢 减完之后呢 后面还要再加上一个年 所以后面加上 N的年 再把这个结果呢 存在我的X变数里面 好 那一样的方法的话呢 用曼时的函数呢 取得我这个储存格里面的 假设这个储存格里面的曼时部分 加上月 好 以此类推条 Z的话呢 就是我的日期部分 加上日 OK 那最后呢 我再把XYZ呢 再把它串接在一起 把它怎么样 写回去 写回去之后的话呢 那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呢 就会变成民国年了 OK 好 那这边再判断 那同样的方法 其实 如果你将来要判断呢 储存格里面呢 是否为数字的话 那你也可以用什么呢 X number 好 里面会有X number的一个函数 那相关的那个函数 各位可以参考 我放在云端上面 有一个那个VB help里面的那个函数 有一个很精简的那个 或者是说呢 你要查 基本上 应该有没有放在这上面 按一个F1 应该也可以跳出那个相关的说明 不过有些 Excel 有些电脑里面呢 它没有放完整 那这边会出现 Is date 可以帮助 那其他相关 请参阅 没有 所以这个 这个help里面呢 没有安装完整 否则的话 参阅里面呢 应该会有相关 Is number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 判断这个 其他格式的函数 OK 那 串接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run出来的结果 我们在竹方来看一下 好了 F8 那我已经给他 值 然后 判断 这个第一个 产品意义不是 所以跳开 再来的话呢 第二个 就跳到B1 B1呢 那我们就取得一个 里面的这个日期 这是这个 1月1号 然后呢 取得XYZ 就会再把它写回去 各位可以看到 99年1月1号 OK 那跳回去 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 年月 月日部分呢 要是两码的话 那你同样也可以利用前面 一题的范例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加上 Format 也会是两码 OK 那一样的方法的话 把它执行起来 OK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全部 只要是日期的部分呢 自动就会变成民国年 OK 好 我想各位 试着把这个民国年部分呢 先试着把城市 把它撰写一下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呢 怎么样再把民国转回来 转回西元年